注意看 日本选手竟然给死神方便下跪磕头 请求方便饶他狗命 不要将自己打死在擂台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向好脾气的死神方便罕见的发怒了 只因为早在三年前 日本这家伙就跟死神方便有过一战 方便下手狠辣果决 踹得日本人痛不欲生 在中国的擂台上丢了面子又丢了李子 心中不服气 于是卧薪尝胆三年 终于再次挑战死神方便 这一次他更是猖狂 跟死神方便立下了军令状 只能将选手打得彻底倒下 才能终止比赛 没想到这番操作 却是给方便做了嫁妆 方便就让他知道 能将他打倒一次 就能将他打倒第二次 我们拭目以待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小编助兄弟们发大财 比赛开始 红色短裤方便 蓝色短裤宫腾腾勇术 日本选手时隔三年 卷土重来跟方便再次遇上 看他这次有没有什么长进 表现如何 我们也期待着方便 第32次联想 继续输解他 不败的神话 我们在死神方便头 孤独有数 标志性的下皮队 比赛完之后 要被冲击 冲击书腾宫腾 方便还是下劈腿正登 这次方便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就是想将对手直接终结 于是首回合的时间 打得就比较凶狠 因为这是两人的二番战 所以现在两人都不需要过多的试探 直接火力全开 相互换拳 但是方便不愧是死神方便 很快就掌控了比赛的主动权 对手只能被压制 现在不断地往后拉扯 重来一次 他依旧不是死神方便的对手 但是军令状都已经签下了 硬着头皮 也要跟方便对垒 对手 不要回来 他从下来方面已经把握了这个织细的主动 那么张文胜 张勇在这个伊朗的这个伊豪 对手改全 这个功能有证 现在有一点用对发力了 现在这个方面完全控制整场比赛的节奏 场下的观众都是在激动地呐喊 方便则是越打越凶狠 现在日本选手像个落汤鸡一样 整个人非常狼狈 已经被方便打得摸不着头脑了 不过似乎日本人的意志力 还有抗击打增强很多 这要是放在三年前 方便这样强有力的攻势 可能早就将对手终结了 日本选手现在就要改变战术了 他不应该跟方便正面硬钢 应该迂回打击 先避其锋芒 方便现在的攻势实在太猛了 反强吧 做一个日本的武士吧 下篇大 但是方便还想再斗策一会儿 没有直接扑上去用后手拳解析出比赛的 方便招牌式的下篇正弄 用千百拳 现在方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后手支援 看一下慢镜头回放 不得不说 方便早期的比赛真是凶狠啊 可能叶黑因为对手是日本人 所以方便拿出了200%的气势 也想将日本人终结 让他没有勇气再来挑战 先慢放 方便的接腿 方便祭辅 前手的摆拳 第二回合 开始了 方便上回合打得很精彩 延续之间的节奏 狠狠地暴打日本人 上来还是下劈腿踹脸 这回合 日本人更加的谨慎 躲闪得非常灵活 他改变战术 就是不跟方便正面换拳 以现在方便的进攻节奏来看 正面换拳的话 这个日本人就是在找死 但无论日本人如何躲闪 终究还是逃不掉 被方便中创 你看不行我收手收拾 不过这位日本选手还是挺坚韧的 今天是方便第三段比赛 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 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攻击有时候也是真是能挨呀 这个靶子真是能挨 没错 前手的摆拳 方便前手的这个前手摆拳 方便对着日本人的脑袋 就是不断的砸击 这回合的时间 方便明显比之前打得更加凶狠 显然是想找机会将对手终结 每一拳几乎都是用尽全力 而日本选手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但依旧不是方便的对手 即便卧薪长胆三年 也不可能是方便的对手 死神方便 这时候可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绝不可能输给一个小日子选手 方便还频繁地将对手摔在地上 来影响他的比赛节奏 虽然我们WL的规则中呢 是不允许主动摔板 并且不鼓励摔板 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 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 但是必然是一次去发力 不能两次发力 我接腿之后 一次没有我摔到 我再来一次 那是不允许的 是的 现在在方便的 被静波和龚东勇术的一位防守下 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 方便一拳击腹 将对手打倒在地 腾得日本人当场下跪 整个人蜷缩在一起 表现得非常痛苦 这一下应该是被打叉气了 但是这时候 对手还是一点放弃比赛的意思都没有 还是打算站起来跟方便对轰 没想到 竟然还真的站起来了 意志力真是强到变态 不过日本人是公认的 抗击打很强的选手 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怎么打都将他终结不了 这也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的 这转身后灯被 方便试破了 完全试破了 方便多聪明 是吧 我又记你腹部 对不对 日本选手现在就是在强撑着 他不想被方便终结 方便气势如虹 根本就终结不了他 没想到来华之后 被方便打成这副样子 前十 现在方便 前摆拳 前摆拳 哇 这是第二次 张台湾豪金宇 给工程师进行抢步 但是工程师又站起来了 又站起来了 而且表示自己还可以进去打 日本人 真的太耐打了 的确是这位选手的意志品质 的确不错 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面面前 依然坚持 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 第二次比赛结束 第二次比赛结束 看一下这回合的精彩慢镜头 前两回合 日本人没有一点优势 简直就是 被方便按在地上摩擦 下回合的时间 方便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就是这一拳 就是这一拳 击服动作 最后一回合的时间了 方便上来就接腿摔 日本选手还真是抗揍啊 能硬生生坚持到现在 不过既然都是最后一回合的时间了 那日本选手 即便是拼尽全力 也想给方便致命一击 再不主动进攻的话 那他输掉比赛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是方便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狠狠地暴揍日本选手 争取在最后的一回合中 将日本人给终结了 不管不顾的重拳狠狠砸击 咬牙坚持 这种稳扎文大的选手 实际上是最可怕的 作为80公斤的选手 随时都有可能 可以KO对方的能力 走 方便还是不能大意啊 看 今天方便打得大开大喝 动作幅度很大 因为毕竟这个 东东有数的 这个进攻能力有限 就靠打防守反击 是吧 这样可以 这要因这战点 这要是 过在足部上 过在足部上 方便还真是凶狠啊 不负众望 将对手终结 打日本人 就应该这样打 大家觉得 方便打得酷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关注 不迷路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这场比赛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这是方便的一个这个 表演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59 seconds of round three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red corner 比赛结果 红